這洋西平 館子貴 225塊 感謝林律元 你讓我只剩三分鐘 其實也不曉得怎麼問 那你就慢慢吸吧 賴香檸賴局長 請 那個市長 本來要 本來要阻擋 這不但是你任何公民都有這個權利啦 可是 我八個字評論你的主黨 公器適用黨政不分啊 賴局長 你被柯市長悄悄的 列入了不分區立委的提名 你知道嗎 柯市長哪你 跟我們這些局處長要來裝點 因為他民眾黨的門面啦 你知道嗎 阿你同不同意 你接不接受 市長有跟我提過 跟你提過 阿你接受嗎 我目前沒有考慮 目前沒有考慮 那柯市長 那為什麼你們民眾黨 還一直要用 賴香檸局長的名號 我不好意思講 那四個字叫什麼 招搖撞騙 欸你們要借著賴局長 在社運界的美名啊 借他的名號來用一用 那他現在已經公開講了 他沒有意願 柯市長你還有把他列入嗎 沒有 他還是全台唯一勞動局長 這個名號還是 表示說在勞動界 他還是很受尊重 對啦 那你現在 你對郭台銘是寄身上流啦 阿對那個賴局長呢 你要借助他這個名流的聲望嗎 寄身上流 阿又要借助名流 你是這麼做嗎 他都拒絕了 當事人拒絕了 你還苦苦相逼 這是用職務綁架 我們市府的局長耶 欸 柯市長這該當何罪啊 這典型的工器施用耶 用職務綁架 這還了得 來那個陳志明副秘書長 他去哪邊 以色列 他帶公務員訓練團 我以為他是怎樣去拍定裝照 他帶公務員訓練團到以色列接受那個 他怎樣 他現在是堂跟第一釘 任你柯市長 看你怎麼取用 是這樣嗎 沒有啦 這個是有時候是徵詢 不一定說人家也不一定 那他好 他不在那我就問你好了 你徵詢了他 你有沒有徵詢他 有啊 我問他 他答覆 他的答覆是怎樣 賴局長是拒絕啊 那陳志明副秘書長呢 人不在台灣啊 蛤 他就出國去了 對啦 你徵詢他 他對你的答覆呢 他應該還是 他只是聽一聽而已 聽一聽 以後不要再用這些名號好不好 不要變風氣使用啦 黨更不分啦 好 今天執行時間到 我們明天兩點 繼續進行這個市長 市政報告及尋答 上會